最初的伙伴是指新人训练家在踏上旅途时得到的最初的宝可梦 民间把他们统称为玉三家 根据之前大火的投票2024年的第一期 我们来聊聊宝可梦游戏中各代玉三家的当时游戏中的状况 目前已经出现了9代玉三家 但可能有一些半途入客的玩家们不太清楚之前的玉三家们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最近你想要重走老时代 希望哥们能通过这系列节目给你提供一点帮助 那么宝可梦历代玉三家盘点第一二时代 Let's go start 在宝可梦游戏中我们要从曹火水三种特定的宝可梦中选择一只当做你的初始精灵 他们会伴随你的整个游戏流程 通常克制你属性的那只会被你当代的速敌领取的 这样是为了提升玩家通关的难度 你选择了不同属性的精灵开局 在前期开荒的过程中难度也是不同的 譬如一把火系片在游戏前段很难遇到 且比较克制加门虫较多的草虫及飞行系精灵等等 而各代玉三家的主特性皆为自身血量过低 是增加本期技能伤害的冒胜猛火与激流 当然在第五世代之后 添增了梦特才各有不同 且从三代开始 所有的玉三家都能学会各自的专属技能 而五代又引入了合体招式 在七代前只有对应属性的玉三家才能学会 第一世代的游戏舞台为关都地区 弹幕博士会在研究所内让主角选一只最初的伙伴 分别是蒜头王八 妙花种子 杰弗的亲儿子的退化 小火龙与救火队长 杰尼龟 这三只也可以说是历史上人气最高的鱼三家门 致命度仅次于皮卡丘 从设计上看 小火龙妙花种子杰异龟 从初代开始定向了鱼三家 必是红蓝绿的色彩基调 第一只也是我最初的伙伴 小火龙 进化路线是火恐龙喷火龙 在宝克梦动画中 喷火龙是小智六中少数进化完全的宝克梦 也是小智的最强战力之一 不过在初代红蓝中 火系在当时并不吃香 不抗兵的火被岩石和九十命中的暴风雪暴打 但时候环境其实不太需要火系 进化为老喷后 最强的招数喷射火焰 也得46级才能学会 在初代中反而是较弱的那只 但之后的十代中喷火龙的状况 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五代之后基本每代都有提升 五代有太阳之力 六代更是获得两种形态的梅干击化 八代中也有专属的超级急剧化 因此老喷在对战中的实力 就是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坡路 老生常谈了 第二只妙娃种子 进化路线是妙娃草 妙娃花 一代中选择妙娃种子 其实有整体难度 可以说是比较适中 对战水系和岩石系 地面系效果都还不错 可惜一代的时候 四位怕虫 毒系当时也非常差 没有大维力技能 通关只能靠慢慢磨 有点小折磨 而三代四代这种状况也一般 直到五代木特有叶绿素之后 三段进化后的妙娃花 速度提高不少 本来顶顶垃圾的速度 在晴天下直接变为原来两倍 技能池也不错 无论晴天高速打伤害 或者晴天高速催眠都可以 六代中不仅有了 Mega进化特性 也变成了后脂肪 战场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八代中更是强力 同时学会了大地之力和气象球 登场率一度超过喷火龙了 第三只杰尼龟 进化路线是卡咪龟 水剑龟水系 这个属性在初代中还是比较强的 克制关系还不错 但最大的问题是 有更好的别的水系片目 比如星天博士海星 而弹一水系的打击面也很有限 种族之上双弓不高 速度不高 基本等于上场 SP看起来也低了一点 而第五世代给的孟特宇盘 也不堪打用 六代中同样他有Mega进化 特攻直接拉到135 但速度没变 且特性超级发射器也不适配 因此对战中大部分 还是用猛水后手大伤害 直到八代中获得了 超级巨化和超级巨招式 还拥有了哈气 机长骑袭 以及破合这几个技能 使水剑龟在双打 单打中的使用率变得很高 来到第二世代 我们的预算家是菊草叶 火球鼠和小菊鹅 菊草叶的进化路线是 月桂叶和大竹葵 在二代中倘若你初始精灵 选了菊草叶 那你可真难顶了 之前这个家门口 第一个道馆飞行比比鸟 第二个道馆虫 飞天堂狼 第六个道馆钢 第七个道馆兵 第八个道馆龙 还有个新人杀手大奶罐 你就打吧 你一打一个不支撑 进化后的大竹葵 第二世代是强过的 当时努力值拉满后 他非常肉 辅助和骚扰能力也不错 而且在贫招的年代 他的弱点虽多 但确实够硬 不过三代以后 努力值固定梦特白板 既能是缩水 纯草属性 以及众多的问题 直接拉满 即使在那个乌特布分家的年代 他可能还偶有上场 但这个老美丽花 他是真不行了 第二只小巨鹅 进化路线为蓝鹅 大力鹅 鉴于金银中 能学会冲浪的时候 还比较早 进化为大力鹅的 等级要求也不高 成行早 一路上基本都没被 属性克制 学个集中拳 还能乱杀龙族 因此用小巨鹅通关 是个不错的选择 大力鹅早期兵权 加冲浪 打击面很广 力度也很高 但三代之后 该会的龙武双刀 暴力龙都会 不会的威吓 电磁波打雷 暴力龙也会 五代 孟特还行 七代水流裂破 伤害蛮高 但还是有被替代的空间 输就输在 没有第二个属性 或者都叫大力鹅了 不如特性 直接换成大力士 总之有点上不去 下不来 卡在这了 最后一只 火球鼠进化路线 火焰鼠 火爆兽 从上面的道馆属性 你就能看出来 二代的三级流程 对火球鼠 还是蛮温和的 出了大奶关 且流程中 他31级 就能学会火焰轮 还算是不错了 而火爆兽 在这么多年的对战中 其实也不弱 种族值和老鹏一样 技能师也差不太多 你看 GF的懒惰 二代就已出现异端 不过他并不思维弱眼钉 但功能性比较差 不太灵活 只能硬顶一波 尝试收割 而四代是他最强的时代 学会了喷火 满血威力 最高能达到一外五 再配合各种新道具 技能师的一小步 登场率的一大步 不过再往后 就没获得Mega硬化 环境力度也越来越高 不加强技能师特性 只靠平天喷火 还是走不远 太容易被针对了 又给他开了上窗了 OK 宝贝们一二世代的 玉三家都在这里 我最喜欢的 还真是增跌 你们又是带上 哪只宝贝们踏上旅途的呢 其实每只玉三家 都陪我们度过了 从前珍贵的时光 每只也都变成了 我们回忆的一部分 最后希望各位 如果有所补充 答在评论里 让这期视频更完整 如果你是新手 觉得帮到了 你看就记得关注 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永远不死